Hi there, this is Bopni to Canada 不知道在过去的周末大家又做了些什么呢? 今集想介绍一下我们趁上星期六 去了Richmond Hill一个market place 除此之外都想向大家推介一间 都很好吃的西式餐厅 我们就在12月10日星期六 去了Richmond Hill的Merry Market place 这个market place是逢星期六才会有的 由11月19日开始去到12月17日就会完结 即是未来的星期六就会完结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4点至9点去到这个地方 但如果你想和圣诞老人合照的话 就记得在5点半至8点之前就好去到 我们到场的时候都差不多5点 找位泊车搅担着都已经去到5点3 入场的时候一开始就会看到 有一个踩着高轎 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士 在镜头拍的应该是她刚刚暖身 再回到踩高轎 这个market place是免费入场的 你可以跟圣诞老人拍照 同一时间会看到不同物品的摊档 例如一些手作、香水、蕃茄 又或者是自己積的爛帽、爛衣等等 感覺有點像行年宵 但又沒有年宵那麼迫 我們是12月10日那個星期六去 去的時候大家記得戴手套和爛帽 那天我們忘了戴 拍照的時候都要冷一會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在10日那天去了 你應該會看到Tim Hortons可以免費給一杯咖啡來暖手 在場除了有手作售賣 還有人即場彈結他 等你一路拿著一杯暖熱咖啡 一路聽柔和的歌曲 附近還有一些佈置了的燈飾 你也可以在那裡拍照 由於裡面的攤檔不算太多 所以要找位拍車的時候都很方便 很快就找到位 在場除了有聖誕老人之外 也有聖誕婆婆 而兩條龍比較起來 聖誕婆婆的龍尾比較短 如果有興趣一家人去合照的話 記得先派一個成員去排隊 我們都看到有工作人員可以幫忙拿機 讓整家人都可以跟聖誕老人或婆婆去拍照 聖誕老人拍照的龍尾都不短 排排一下如果覺得冷的話 可以先叫一個家庭成員在那裡排隊 旁邊就有兩個火堆 你可以靠近去取暖的 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就注意 讓他們不要走那麼近 因為其實都很熱 如果你好像我們這樣 沒有跟聖誕老人或聖誕婆婆去排隊拍照的話 我們大概就用了半小時至45分鐘 就走完整個市集了 走完市集當然是去伊土 想得來Richmond Hill 除了可以吃我上次介紹那間越南河之外 大家都可以去吃接下來介紹的Trucks Roadhouse Barring Group 它是走中平價路線 第一次吃它是看完Nagara Floor去吃 一吃就回不了頭 只要我們想不到吃些什麼 而附近有它的分店 我們就會回頭再去光顧 就例如上次去看三文魚活油 想不到吃什麼 就去光顧多次 它有扒餐 龍蝦尾餐 漢堡包餐等等 都算挺划算 食物的CP值都挺高 Google評分有4.1顆星 可惜的是 它在City of Toronto沒有分店 要去到遠一點的地方才有機會吃到 它的營業時間正常在星期一至四 是由上午11點開到凌晨12點 如果是星期五或六 就會開到凌晨1點 Apportizer過了9點叫的話 可以享有半價優惠 前提是要叫野飲 我個人就非常推介大家去吃 現場還有帶電視 可以同三五之幾 一班人邊看球邊吃扒 比起我之前介紹那間 Downtown的龍蝦餐來說 不算太貴 同一時間又可以吃到龍蝦味 在介紹必吃的食物之前 要提一句 它在餐牌那裡有寫明 賣單的時候 它會收一個 稅前3%的Honesty to Goodness fee 一來到的時候 Dow先生就叫了一杯3元的啤酒 啤酒喝進口的時候 Dow先生就覺得比較淡味 啤酒味相差一點 但是就很濃密味 而我這些不喝啤酒的人 一喝下去 都是喝到有蜜味 啤酒味也不太濃 除了喝東西之外 我們第一樣覺得要叫的 就是它的雞翼 它有不同味的雞翼 而八隻的雞翼 就要13.99 16隻雞翼 就要24.99 今次去Witchman Hill吃的 就是Dow先生和我兩個人 所以就叫八隻就算了 它有BBQ味 辣味 而我們推薦的就是Honey garlic的味道 咬下去雞翼的時候 外脆內亂 外面甜甜的蜜糖味 再加上很香的蒜蓉味 而裡面的雞肉還是很嫩 餐廳也很貼心 放了一張濕紙巾在表面 讓我們真的用手吃完之後 也有濕紙巾去抹手 第二樣我們覺得必叫的 就是它的25元龍蝦尾套餐 裡面有扒 有薯條 有粟米 龍蝦尾套餐 本身已經配了一個牛油 如果你想的話 可以加一個九毫九 將薯條轉成洋蔥圈 焗薯 又或者是甜薯條 由於我們另外再叫多了一個 百元的普通漢堡包餐 那裡已經包了薯條 所以這個龍蝦尾套餐 我們就加了一個九毫九 轉了洋蔥圈 記得點適應給了 茄汁或者塔巴斯庫等等的醬料 你可以跟適應說你想吃多少成熟的牛扒 我們這個就叫了一個五成熟 我們這塊扒不韌的 但如果你是吃肉獸 只想吃肉的話 你也可以就這樣叫 Rip eye lamp chops T bones等等 價錢分別是24.99 19.99 還有23.99 我本人對於肉一般一般 最喜歡吃都是海鮮 所以叫一個25元的龍蝦尾套餐 就滿足了 想吃肉 海鮮 還有薯條的肉網 洋蔥圈都挺好吃 它適合喜歡吃硬身炸粉的朋友 至於值不值得加一個九毫九去換 就見仁見智了 上菜的時候 龍蝦尾肉已經抽好了出來 方便客人享用 蝦肉彈牙 不想吃完味 就記得點上牛油一起吃吧 粟米跟預期一樣 它不是每一顆都很分明 很容易咬的那隻 不過粟米是甜粟米 不會焗得很乾 漢堡包那塊扒中規中矩 對得住8元這個價錢 不會很乾 我們就懶得把它夾在一起 所以漢堡包就分開了少少來吃 薯條很重薯仔味 比較乾 不像快餐店那些 炸得很香口 有些油的薯條 口感有些像Five Guys那些薯條 它給的薯條份量一點都不沽寒 所以到最後吃到尾 我和圖先生都未能夠清光 我們叫了它拿一個盒子 給我們盯回家 這個盒子沒有價錢 回到家之後 用氣炸鍋焗一焗 自己再製作一些 蟲露醬 配搭一起吃 認真一流 除此之外 在片段的中間 我們也有說到 上次我們和阿咪去看三文魚活油之後 也有吃這間店的食物 由於也有五個人 所以我們就叫了店裡的那三個甜品來試 我自己最喜歡的順序 是跟餐牌上的順序一樣的 個人就覺得 carot cake比較甜 不過阿咪很喜歡carot cake 大家試完之後 就告訴我 究竟這個carot cake好不好吃 在離開這條影片之前 請大家訂閱 152to Canada這個頻道 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集見 拜拜